有百年传统的基隆科科港十四里营马祖绕境 由地方祈老进行助导词 感谢市长谢国良到场 祝福市运昌龙 国泰民安 绕境活动除了市长谢国良带头走 当地的市议员施伟正跟张之豪与多位里长 民政处长张元祥与安乐区区长简易哲 中山区区长徐亚文等贵宾 都参与这项传统的绕境活动 希望透过妈祖绕境 让地方上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百年了 那我们希望传承下去 让我们欧卡港十四里营永远都团结在一起 让营马祖这个活动更加的盛大 更加的圆满 这个跨了很多的地方 它跨了中山区跟安乐区 所以它以西定河川为主 那照绕境 然后所以每年的四月二十都会开始绕境 既然欧卡港 有我们安乐区中山区加起来十四个例 这十四个例 每一年的同时时间 就是我们妈祖来出巡 十四个例来做幼境 祈求我们境来 客家平安 收益 健康 大家的身体都健康 这话都由民间主动发起 这十四个例来并没有妈祖廟 但是妈祖受到我们欧卡港 听到这个名字 这是港的名称 是一个海行 受到大家的参拜 来保护到我们大家的客人平安 其实这个传统其实已经延续101年了 希望说我们大家都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因为主要就是在为我们的地方祈求平安 祈求大家平日的生活都能够幸福 封硕这样子 地方的传统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不只是大家能够传承 而且也能够创新 所以说多一些年轻人来 多一些我们这些不同的世代的人一起共同来参与 那最重要的就是散布这个我们平日的这一种祝福祈福 然后祝福大家平安的这个概念 过去呢台湾北台湾地区分成两个最大的地区 一个是台北州 一个是基隆堡 那基隆堡的话就金鸡雕石 那台北州的部分最重要的神明信仰呢就是妈祖 所以台北州这里的妈祖呢最大尊就是关渡妈 那基隆堡这里呢也有人拜妈祖 但是都是大家陆陆续续从这个梅州啦 或者是从泉州张州这里请过来的 所以呢大部分的人都是各自在拜 那但是会去找信仰者最多的妈祖 认为这个妈祖呢他的这个威力最好 或者是神力远拨 所以呢会去很虔诚的大家都会循着旧路线 沿海的旧路线 从基隆往万里金山石门三支 一直沿路到淡水再到关渡 蒙甲的疫情喔 请关渡的二妈祖来行事来绕境 结果疫情呢因而化解掉 所以我们基隆呢就也一样的就请关渡二妈祖来绕境 去请妈祖回来然后到基隆这里呢 四处来做一个保佑绕境 所以会有各个地区的营妈祖 包含我们最早基隆开始营妈祖的地方喔 就是会先从市区开始 然后再来一直沿路到各个基隆的其他的路线都是旧地名 像我们会有外木山营妈祖 内木山营妈祖 社寮营妈祖 还有我们现在的克克港营妈祖 还有内疗营妈祖 这都是过去在每个地方会轮一天的原因 那当然会有地区的更迭 包含人口的迁移 所以会把一些旧地名换成一些现在新的社区 基隆克克港十四里营妈祖绕境 在每年农历4月20号公营官渡二妈众神绕境 传承百年历史 地方上希望让更多的后代子孙了解到这块土地的故事 把优良的传统文化留下来 凝聚更多团结意识 让在地更加繁荣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